其實也沒有趕不趕啊 上了就坐吧 上了必上也就坐 在車水馬龍的大都會裡面 我們的生活周遭常常有一些不一樣的聲音 在駕駛的時候 聽力可能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在上個月發生在新北市中和 有一起計程車司機 右轉的時候撞到行人的事故 後來發現說這一名計程車司機 同時屬於高齡駕駛 以及聽力有障礙的人士 這一次我們邀請到了聽力公主 來這邊一起來跟我們分享一些相關的經驗 那方便跟我們介紹一下你的頻道嗎 哈囉 介紹教掌守閘 觀眾大家好 我是聽力公主 我們頻道是在講有關聽力的保健知識 或者是一些助聽科技潮流報導 甚至是一些3C產品有關耳機的黑科技這些的 所以有興趣後來都可以到我們頻道裡來看一看喔 那我們就接下來就是我們來詢問一些路人 有關於聽力之困難的部分 以及高齡駕駛的部分 還有一些駕駛上的一些經驗 沒錯 那我們就現在出發吧 Let's go 你覺得長輩可以開車嗎 現年紀 嗯 對 大概幾歲以後你覺得就不可以開車 60歲 但是還要再重考駕駛 看他的健康狀況吧 推出一些政策 然後先檢查一下他們健康狀況 再評估看可不可以讓他們在路上駕駛 差不多60到65吧 反應都變慢 75歲以上就最好不要開了 65歲 那個變化很多 真的 因為那個那個 零火力 因為我先生真的開車嘛 70歲我就知道不要開 對 因為那個環境很慢很危險 其實其實就 我們現在就不大概開了 反應什麼就比較遲鈍了啦 70歲來 比我們自己的感覺 70歲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開車有一點危險 我覺得如果是那種安全 那種我覺得都可以 就是不要有什麼 像有人什麼 眼睛不好啊 耳朵不好啊 我覺得那種就比較危險 每個人都會老 可是像那種 我阿崩就很老了 對 所以我也覺得說 他有開車嗎 沒有他現在沒開車 因為我說他很危險 你就不要再開了 你要的話就是 請人家載 不然你就搭計程車 你知道台灣大概幾歲就不能開車了嗎 70歲嗎 應該沒有年齡限制吧 不知道 沒有沒有 漏漏限制 65年應該從口吧 台灣 75年吧 政府規定75年 第75年 要體檢 trem他過了就三年 三年再體檢一次 這才體檢一次 所以75歲 好 那所以既程車司機和公車司機 еюсьos grind 你敢搭他的車嗎 敢吧 政府規定到68歲 台灣的公車司機好像都蠻老的 其實也沒有趕不敢 上了真的對 壁上也就做了 不會 就是太老了 對現在的法規或者是交通規則 沒有太清楚 而且它反應力也沒有說到 年輕 就是比較年輕的那個反應力 所以說 會怕 好像政府規定到68歲吧 我不會注意 也不如你不知道他幾歲 而且我也不常搭 也不常搭 我覺得好像也沒有什麼感不感 因為其實我們 就上公社我們也不知道他幾歲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是這種 就是那種眼睛啊 然後耳朵啊都沒有什麼毛病 我就覺得可 有時候人體能很好很難講 不能一開謊論 看他的體能 有時候反應還蠻好的 那有的就是 本來就思想 腦筋就已經沒有辦法了 所以不能用年齡來限制 要看他的體能 每一年駕照要去什麼 要去體檢 你覺得聽力不好 聽障可以開車嗎 應該是不可以吧 你沒有聽到怎麼開 那88年也沒有聽到 那障到底怎麼樣 可以啊為什麼不行 只要他不是試障就好了 可以吧 比較要注意一點而已 但應該還可以 最好不要 為什麼 你根本不知道別人在巴尼啊 那有帶駐聽器嗎 如果有 如果有那可以 那如果完全沒有 沒有就不可以 就不可以 ok啊 因為他有去改善他聽力的部分 不知道耶 人家按喇叭就聽不到 聽力啊 不行了 危險 危險喔 聽障可能不太行吧 可能有喇叭什麼 可能有危險 他可能按你喇叭 可能就 對啊 就沒電啊 開車或騎車的時候 要聽到什麼聲音是重要的 就看有沒有人按你喇叭之類的 喇叭 對啊 有座車 因為喇叭聲 可以聽到別人那幾次 嗯 我會去注意聽後面來車 後面如果有摩托車要抄我車 我會聽到他的那個引擎聲 自然就會知道是他會從左邊抄我的車 還右邊 其他車的喇叭吧 後面要按你喇叭聲 嗯 喇叭 對 有什麼聲音 你覺得有什麼聲音 會很重要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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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引擎聲 因為開車要發動引擎 喇叭聲 然後消防車 救護車 後面的喇叭吧 還有旁邊的噪音 還有救護車什麼那些 都要注意聽到 喇叭吧 喇叭聲 救護車 消防車 最基本的喇叭 然後那個救護車那些 嗯 救護車 什麼聲音都要聽到啊 人家按喇叭啦 或是消防車啦 什麼都要聽到啊 別人按你的喇叭的聲音 對喇叭 還有 經驗你 老婆在旁邊叫的時候 一定要聽到喔 對很重要很重要 那如果你今天坐到一個計程車 然後那個計程車司機有帶助聽器 你敢搭嗎 可以啦 因為他要生活 他已經搭上去了嘛 只好付錢啊 他要生活 那不行 他也不會想開啊 不會啊 不敢 很難講 因為你停了叫他開 你知道嗎 那你就不好意思再不做啊 不好意思 對不對 但你還是會有點擔心 對啊 那還是有點擔心 不過好像很少碰到這樣的人 對 沒有碰過 如果他有出聽器什麼的 我覺得還好 但是如果他有 然後又不帶的話 我覺得那好像有點危險 對 他是一名計程車司機 他在綠燈的時候他右轉 然後剛好撞到另外一名 綠燈要過斑馬線的行人 對 那這名計程車司機 他剛好符合我們剛才講到兩個要件 一個是屬於聽力困難 不過他有帶注定器 那另外一個部分 屬於他比較屬於高齡駕駛的部分 他其實 他年齡是68歲 69歲 對 那就是說你覺得在這一起事故裡面 可能是 這兩個因素裡面可能是哪一個 會導致說他 沒有辦法注意到說 旁邊有行人要過馬 可是屬於高齡駕駛的部分 還是屬於聽力困難的部分 我覺得都有 因為我覺得年紀越大反應沒有那麼靈敏 不能單一個來看 你覺得應該是68歲嗎 68歲 因為他反應會比較遲鈍一點 所以你覺得跟聽力沒有關係 撞到人跟聽力是沒有關係的 是跟眼睛有關係吧 他沒有注意看 右轉的時候沒有放慢速度 也沒有注意有沒有新人 這可能 我自己覺得是他沒有注意到 因為這應該跟聽力沒有關係 然後跟年齡可能也 不會構成太大的關係 政府我覺得他就是要設計他們專用的車輛 對 然後降低這個事故率發生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耗製的改善 耗製就是 行人的耗製跟 汽車在行駛的耗製最好是分開 這樣子的話 如果雙向到重線跟橫線都走完 再來四面的 汽車的耗製全部都停止的時候 就是讓行人去走 這是最好的 這就是年紀太大了 我覺得這不關聽力的事 應該是高齡吧 因為聽力障礙他應該還是會看得到 還是會注意到有人 站在那邊這樣 高齡可能比較容易注意 比較換山這樣子 為什麼 沒聽到 然後年紀大了反應不好 年紀大了 眼睛看的那個角度會比較小 你就余光不會看到旁邊有 OKOKOK 都不行 因為有時候他分身 分審 不是不一定說這兩個因事 有時候他剛好在想什麼 沒有知 沒有知 前神貫智 所以就變成這樣 OKOK 這個因事是很難講 你要看你的思考 你的腦筋在想什麼 因為我們有時候你看 坐在這邊我想到別的事 連叫我都沒有聽到 對不對 所以這個因事不是說 這是他因為知天氣 或者是怎麼樣 應該是講他分審 沒有千層自毅力在那邊 最主要還是因為上了年紀了 反應什麼都是比較遲鈍 比較好 聽力什麼都比較差的 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就是這些 今天已經訪談結束了 我覺得今天接訪很順利 其實蠻多民眾都還蠻有自己的想法 因為我原本會預期說大家可能一聽到高齡駕駛就會覺得說no 然後一聽到聽力障礙就覺得說no 比起這些問題來講 他們會認為說 其實駕駛在馬路上面 注意力 然後還有自己的視力 其實是來得更重要的 對 那還有包含到自己的反應能力 其實這個就跟我們之前在倡議的其實很接近 我們應該是要有一個比較 比較定期的一個換照制度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駕照的考驗 就是一張駕照可以直接使用到65歲 直接使用到75歲 這個在國外 國外國家他們看起來就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因為對啊 在這段時間我們隨時都有可能變老 然後身體技能都有可能老化 是是是 大部分的人其實一半一半吧 一開始都會覺得說可能聽力OK 或是有些人說不OK 但最後其實講到就是說哪些聲音是重要的 就也發現其實聽力好像沒有那麼的需要 因為其實我們駕駛在馬路上面 大概就是警鈴聲嘛 喇叭聲這些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以台灣的環境來講 因為台灣真的還是很多是依靠喇叭 來做車輛跟車輛之間的溝通 對 溝通 所以說其實說聽力障礙的部分 如果說有靠完整的駐聽器來做輔助的話 發明中覺得說其實有完整的聽力輔助 他們是覺得OK的 那有關於更深的部分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移駕到我們聽力公主的頻道來 因為我們其實還有另外一部影片 有邀請到氣兒來到我們的頻道來聊一聊 這個起事故所有的問題和其不同的方向來分析 以及一些聽力上面的迷思 或是哪些聽力困難的人是真的要注意開車這件事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來我們頻道看一下 那其實我們也會希望說大家可以多關注8月20號的行人路全大遊行 那或許大家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就只有關注在行人身上 那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交通上面工程教育跟執法 三一它其實是環環相扣的 那其實行人跟其他車輛之間的互動其實也是相扣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從教育的方面 從工程的部分先把我們的根先把它扎根好之後呢 那剩下不足的部分我們再來靠執法來做執行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講什麼交通大執法交通大執法 那其實交通大執法大家就可以看到那個狀況 就是我們如果只有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但是最重要的根根沒有處理到的話 其實就是有點枉然啊 對啊所以教育還是最重要的 對對對對對我們也希望說 整體的道路環境應該是做一些改善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關注一些交通改革的議題 讓我們交通環境可以變得更好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哇 所以你覺得這件事情喔 對